比賽就比賽,不是口說就可以 一定要贏最後一分 第三局一開始,第一分都急於反手去搶攻 結果落網 看看朱瑟克是否真的很想贏這場球 如果真的很堅定取勝的信心 他應該多跑兩步,集中多點精神 在攻球上、削球上也要多點功夫 也不是魚蟲沒得逆轉 來了 開始發威了 現在還是熱身 第三局 攻球熱身 熱過熱就不給你攻 還不給你熱身 用反手去衝你 讓你熱得到,我豈不是很不頂 從上到下,切下來,切下來,切到你心驚驚 二比三 可以 過熱防禦 這些除了判斷正確之外,手感也很重要 四匹二 給你熱身 我看你熱身 來熱身 你熱身 到下,尚在死 你熱身 南綠 原來是 海蝦 尚在死 哈 真的咬不入 波爾 還是堅持 波爾 你咬就咬得入 四大板 一板比一板要大跌越跌 把朱先生推到后面 越往後退 你的防守越難受 因為角度越來越大 尊醒黑客拍球唱功 一削又失忍 沒有辦法 想進攻的想法 但又要削球 有些矛盾 整個動作協調就受影響了 連心水上 又沒有進攻 整個準備又不行 所以現在很矛盾 連心水也不行 三心兩意又不行 只有輸 也沒有 第一局狀態好一點 來到第二第三局 完全被波爾壓制了 波爾沒什麼失誤 對 這就好 說又說 他好像體力的消耗大了一點 但基本上又沒有什麼大失誤 現在 保持得比較好 該衝就衝 該打仗就打 4-9 不斷地叫 拿回1分 4-9落後 這些局體拍都沒有運行 這個很靚的反手直線 就反映了波爾的技術全面 正手又可以拉 可以打 反手又可以 又贏1個 這麼輕鬆 7-5小對卓球手 真的很好打 11比4 有沒有機會直落四局 橫掃朱細克 這個可能性越來越大了 按照前三局狀態來看就是 第二第三局 波爾打到都上身了 沒有失誤的話 朱細克根本找不到機會 其實球手有時候 真的 你每一次失誤 就是他掩著半邊咀 偷試